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就是我自己有些籃球用品的分享 去年開始推出的一個我們叫做醫療用品 我們叫做放鬆物品,就是按摩槍 來勢兇兇,在去年美國一個品牌 其實你看NBA都有很多球員 Curry熱身的時候都拿過這支按摩槍 一些衝擊的按摩槍去放鬆肌肉 其實它有沒有作用呢 雖然賣了一年,我想不少人家裡有一支 我家裡有三支 不是因為我很喜歡賣 整個故事說了 去年開始推出這支Hyperwork的時候 我在香港行貨買的 那時候買三千元左右 我們第一次賣三千元 賣到最貴的時候好像三千六元 這支槍有什麼用呢 你說打完球之後 我們用這些按摩槍去按摩肌肉 其實是相對地更容易回復 因為我們打完球之後 其實肌肉會產生乳酸 其實是24小時之後才會產生乳酸 如果一打完 你馬上用按摩槍去按摩 其實不是很久的 就是你每個部位按摩分多鐘 也不要用力按下去 其實在上面我們叫走 走路一樣走 其實你已經很有效做到放鬆的效果 另外就是你比賽的時候 亦都可以用來做熱身 那我今天呢 就是想告訴大家 怎樣選擇你的按摩槍 和按摩槍是怎樣用的 好首先介紹我第一支擁有的 一年前買過的 Hyperwork按摩槍 它有四個頭 這個其中一個頭 是叉型的頭 我最常用的是這個 這個呢 其實就有 也是比較 最多人認識的品牌 你見其實現在很多 可能其他的品牌都會抄這個設計 它很安靜的 開到 開到盡都是這樣的聲音 大部分呢 嘩 相當危險 如果你插不實用的話 會很麻煩 記住插實才好用 好了 你開到第二度 我想第二級 其實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用 第二級 都已經很夠力了 這支槍你說它有什麼好呢 它真的有東西很好 它很直 沒有什麼聲音 它沒有什麼聲音 換來的就是 你晚上可以打完球 通常打完球 回家都很晚 你不會吵到家人 它也挺有效 可以放鬆到肌肉 但是如果你說這支槍來說 它正還正 但是力量方面 它不算是很強的 它可以很快 但是呢 它不可以很大力 即是呢 它的力量呢 未必去到很深入的肌肉 它的力量呢 即是一些大的肌肉 厚的肌肉 例如臀部肌肉 腰 前小腿這條 它打不到進去 那些力量是打不到進去的 這支槍也是我本身認為 一支就夠了 但是 就是當下一支槍的出現之後 讓我原來明白 按摩槍分好很多隻 好了 第二支的出現 就是上次 中大師來香港 去找我吃飯的時候 他知道我剛剛拍完教學片受傷 他故意送了一支按摩槍給我的 非常感謝 真是很厚禮 那它這一支呢 就是很輕盈 很輕身的 OK 那它就 因為這支 一樣同樣有三級 這支再靜一點 再沒有力一點 那之後呢 令我明白到一件事 我真的到時候才明白 因為有兩支比較 正常你買了一支三千多元 你不會買第二支 當我有了第二支的時候 我就發覺 原來這支和這支的力量已經差不多一倍 這支已經給他大力一倍 然後這支呢 其實呢 這支這麼小 你說適不適合我用呢 真心說不適合我用的 但是適合哪些人用呢 小學生呀 小朋友呀 你那些是很早開始打籃球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筋肉未連傳發肉健傳的時候呢 他們打完球 我有些學生呢 可能都是小五而已 他們暑假是可以打足這麼多日球的 就是整個暑假每一天都訓練 每一天都打球 那其實小學生 有些筋呢 你可以拉 但是有些筋是拉不到的 例如什麼呢 很大機會拉不到的呢 就是這支大腿外側這一支 這支也是大部分令膝蓋痛的主因 那你這一支如果拉不到呢 那怎麼辦呢 以前我們就會用一些按摩棒去按摩 又或者現在最有效的就是 你直接用你的按摩槍打旁邊 最有效的放鬆方法 這些呢 因為小朋友的肌肉很柔軟 那你就變了不用用那麼強的按摩槍 有時候用這些那麼輕啊 低力量的按摩槍呢 那就更加沒有那麼容易弄傷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不是那麼收力而已 那其實這些槍 我反而覺得 給一些可能小學生的球員都要鬆 記住 因為我見不少的小學生 不少啊 真的不少 小五小六已經說會膝蓋痛的 那其實你要記住 正常一個球員 我想要到中五中六後呢 那些膝蓋真的會痛的 你記得自己真的有空呢 鬆一鬆大腿這裡 和上面的筋 拿按摩槍打一下它 其實已經非常有效了 這裡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如果這些不強的按摩槍呢 那那些 那些 給小朋友 我覺得是好用的 也不用買太貴 好了 接著第三支按摩槍 就是我試完兩支之後呢 我發現原來按摩槍的力量會差這麼遠之後呢 我就買了最後這一支 也是最貴的一支 Fairgun的G3 Pro 這一支呢 你聽過聲音呢 很大聲的 但是呢 它的力量呢 是大很多的 它的力量 可以說差不多這個Hyperwork 我想都真的多它50%以上的 就是它的力量 它呢 只有兩段而已 正常的 40Hz 和20Hz 它是慢了 但是它的力量沒有變的 它呢 這個呢 它不是說快還是慢 它是說力量 因為呢 當你打的時候呢 其實它的力量就會深入很多 剛剛講過的 我小腿這裡呢 這條筋呢 普通的Hyperwork 用叉都打不到的 但是用這一支的話呢 它會打得到 亦都是進入到裡面的痛點 那麼 我之前經常會腳腫 腳會脹 即是坐一會 就會好像搭了12個小時飛行 整隻腳都脹了 那麼現在呢 我基本上每一次練習 和回來之後呢 我都會用這支槍呢 去按摩我全身的肌肉 那它呢 很棒的 它的力量是很舒服的 雖然一開始覺得 會不會很大力 但是不是 它真的很舒服的 它有幾樣東西 會做得特別好 為什麼呢 第一 它有一個盒子 你可以整個盒帶走它 其他都 就是 中大師送給我 那支 都有一個盒子 它有很多個頭的 都很多的 但是Hyperwork 和它 的頭 全部都是硬的膠 來的 或者是金屬 你見它 剛剛那支槍都會有金屬 但是這個頭 這一支 這支 它裡面 會有六個頭 六個頭 全部都是軟膠來的 它做得很好 我覺得很貼身 它有不同的硬度 這個比較軟的 我熱身的時候 打大腿 即是比賽 練習前熱身 我會用這個 打肌肉 很容易令肌肉熱的 標準頭 一樣都是軟的 同這個一樣的 然後 這個頭 鬆手腕就是這個 一些筋太硬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打下去 可以鬆手腕的 可以把筋打鬆 我最常用另外一個 就是減陣型的 這個 最軟最軟的 它打骨頭的地方 就會特別是有效果的 我 不要隨便學 我 會用這個頭 去熱我的膝蓋 印帶 筋太緊了 因為老 為什麼老 筋會硬呢 就是我們老了的時候 水分在筋裡流失了 每次練習 我都要做這個動作 回到家也要再做 最後這個 類似那個叉頭 但是好像一把橙 這個 我認為是最有效的一個頭 這個比較硬 但是也是軟的膠 我覺得它做得很好 就是這個 它是硬的膠 但是又不是全硬的膠 沒有那麼硬的 OK 它呢 是一個橙型 它可以直接把你 一些直的筋 例如這一條 直的筋可以直接打鬆它 其實記住我們用按摩槍 不要按緊它 你按緊它 你的摩打會燒的 很容易就會燒的 所以記住 不要按緊它 另外我們用法是怎樣呢 閒 在上面閒為主 向著筋閒 例如手腕 我們在上面閒就可以 你不用按緊它 但如果你感覺到那裡比較痛的話 你可以停久一點 記住每個位置 不要停超過兩分鐘以上 不要停太久 另外一天 其實官方說明書都說 每個位置分多鐘 一天做三次就好了 不要說做太多 我是一個深層運動人 所以我是不止三次的 總括來說 這三支窗的分別就是 這一支呢 小朋友級 正常人級 運動人級 這個 會落到筋的深處 痛點的深處 這個 我會形容它 在表層肌肉會停低 力落不到最深層的 如果 我用完這支窗之後 其實我的腳的消炎情況 是好很多 我每一天都打 每一天都用 每一次練習前我都會用 所以其實現在 這支窗 都隨身必備的 它還可以有兩支電 它有兩支這個電 所以我覺得這支窗 是最貴的 我香港買行貨要4890元 會貴 但是 看醫生更貴 今天這個分享完畢 記得 大的 熱身為主 尖的 推開筋 為主 你永遠這樣想 就可以了 這支窗還有一個特點 差點忘記說 它可以調校角度 它可以這樣調校 然後 變成 有些位置 例如大腿後端 你可以直接這樣拿著 就可以打到 就是這樣 明白嗎 所以我覺得這支窗 是 抱就是抱 價錢也反映了質素 這支窗這個價錢 我覺得 因為我有嚴重通證 我很捨得買 而且我會給學生用 所以這支窗我自己就蠻喜歡的 分享完了 希望大家選到自己適合的窗 記得有空 打多些大腿外側的筋 有效令你膝蓋不太痛 第二 打多些手腕的筋 射球好一點 還有這裡這條筋 這裡這條 也會扯到你手腕 因為當你屈腕的時候 這一條是一直扯上來的 所以手腕的時候是這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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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打鬆 那你射球就會柔軟 好 今天分享完